怀素加长沙,幼儿是佛,金蝉之侠,扑好彼汉,然恨未能远堵前人之奇迹,所见甚浅。遂丹籍杖西,西游上国,夜见当代民工,错综其事,一边绝简,往往欲知。 这是一幅传世的草书神帖,人称,字续帖,书写者为大唐书法家怀素。全帖有75米长,共126行,698个字,内容为怀素字述其生亭大略,写草书的经历,以及同时代人颜真卿、张卫、戴书伦等人对其草书的评价。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,这幅字续帖,其实就是怀素自制的一张名片,他之所以写下这张长长的名片,则源于一次长达数年的旅行。 怀素是湖南人,十岁左右入寺为僧。他自幼喜欢书法,为了练习写字,种下大片的芭蕉林,用芭蕉叶带纸。 经他之手写坏的笔难以计数,他曾将这些笔埋在一起,映名为笔种。 虽然做了僧人,但他性情抒放,极好喝酒,喝到酒憨之时,寺院的墙壁、亭障,气聚通通成为他写字的地方,所以被人称为罪僧狂僧。 这些称呼道十分符合他的艺术追求,一类他最钟情和擅长的,乃是草书。 唐长人追目王羲之的书法风流,自出唐四大家以下,均以楷书,行书风靡天下,讲究传承于法度,对于草书则是若野马,敬而远之。 怀素却偏偏想在草书的世界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,据说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,曾遇到年近六旬的李白。 当一个年老的天纵之才,见到一个同样不喜欢循规蹈矩的年轻人,仿佛在彼此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子,李白欣然为怀素写下了,草书歌行一诗,少年上人好怀素,草书天下称独步。 虽然李白称赞年纪轻轻的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,但怀素知道自己的眼界仍然十分有限,就像他后来在自续帖,中书所见甚浅,他知道自己需要走出湖南,去当时的天下明都长安和洛阳,去拜访当代宁家,去观摩传世明帖。 大约在他32岁的时候,怀素从湖南步行赴长安,开始了一场影响千年书法史的旅行。 此时,安史之乐以基本平定,怀素在长安拜业凝失,看到不少难得一见的一篇绝俭,也结交了许多名流公亲。 怀素在长安住了五年左右,收到一箩筐送羊自己草书的诗文,随后他离开长安,去了洛阳。 他最仰慕的狂草大师张旭生前常年在洛阳活动,但此时已去世十多年,幸运的是,怀素在洛阳遇到了张旭的弟子颜真卿。 二人一见如故,颜真卿认怀素写草书的奥秘,怀素说,庭道观下云多其风,折长失之。 原来,怀素是从天上的云朵变幻物的草书笔法。 颜真卿听后说,这个理论我闻所未闻,看来张旭有传人了。 正是在洛阳,颜真卿因怀素之请,为怀素上人草书歌集作序,称赞怀素是僧中之音,气概通书,性灵呼唱,精心草盛,颂扬其草书纵横不群,殉疾骇人。 得到颜真卿的序文大概五年后,也就是公元777年左右,40岁的怀素写成了自序帖。 自序帖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。 开头第一部分寥寥数笔,是怀素对自己生平经历的概述,第二部分才是磁帖的主体部分,一字不漏地抄入了颜真卿所写的序文内容,借颜真卿之口把自己草盛的形象夸了一遍。 第三部分则写了张卫、浅起、戴舒伦等诸人对自己草书的点评,如张卫说怀素的草书奔蛇走挥视入座,咒语旋风声满堂,浅起说怀素狂来清世界,罪里得真知等等。 虽然在自序帖的最后,怀素自签说这些评价只是徒增溃位而已,但实际上他内心对这些赞美之词是极为欢喜的,所以才会不厌其烦,用了六百多字把这些夸奖的话一字一句抄录下来。 要是别人这么写,早就被当成自恋狂了,但怀素这么写,反而契合了他狂放的本性。 他的为人也好,他的草书也好,向来就是这么狂放不羁,借他人之口自我表扬一番怎么了? 要是连自我表扬都不敢,他还怎么配合张旭并称张颠素狂? 更妙的是,在这幅自我表扬的自恋帖中,怀素通偏雷狂草,底衣纵横,上下呼应,一气贯之。 全帖笔法受尽,飞动自然,在笔走龙蛇之间将草书的韵律之眉展现的淋漓尽致。 越写到后面,怀素自我发挥的成分越多,以致达到了一种无所遮掩的罪狂状态。 人,自一体,物,我不分。 这就是怀素的,自恋帖,这就是天下第一草书。 至此,怀素也终于可以收下李白当年的夸奖之词,草书天下称独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